原理的说法浙江卫视一直也没有答复,大概是因为无视调,毕竟这个节目前一段时间还获了奖,如今又带着众人宣誓,看来他是不想正面回复了,所谓回归表演,就是各种黑幕吗?且不说投票戏虚假的问题,乱选局,评委对着空气点评,后面的观众的图都是扣的,以及没拨完耳环都换了,官博删除评论不回应,这档节目依然飘飘然,经过这么一闹, 节目组的信誉那是大大的受损,收视率暴跌,引来了很多的骂声和质疑,你们的节目选的都是年轻人,那么怎么才能让年轻人认识到自己自身的不足,正确明白自己的使命才是重中之重? 各种黑幕爆出来以后,浙江卫视终于有了点动作,他们决定,把宋丹丹老师和刘烨老师换掉,而留下了张子怡,被请来的新老师很有才华,是北人表演系的教授然然,然然老师可谓是一位技术性含量很高的老师,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,很多网友表示,以为这档节目会被暂停,结果没有,他还有更新?